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,安225的运载量,也是稳聚世界第一的宝座。 不少爱好者在被安225创造的各项记录所宣经的同时,也提出了一个想法,要是解放军拥有了100架安225,那会怎么样呢? 这个想法是一个非常现实但又不切实际的。 诚然,解放军虽然在近年来已经有了较为长远的发展,但是在大型运输机这一块,仍然有着明显的短板,虽然运20已经成功试飞,并逐步加入现役。 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国大型运输机队的主力,还是来自俄罗斯的1270楼时,而且数量非常有限,难以实施的地面部队,进行大规模空中投送的能力。 如果真的如前文所述,有100架安225能够加入中国空军,无疑能够大幅度提升空军的快速投送能力,但是安225也有它自己的难处。 别的不说,它那庞大的体积就是个巨大的问题,由于重量和意义都非常之巨,普通机场的跑道,根本无法让它进行起降,更无法在野战机场进行物资装卸,只有长度达到1800米以上,地面强度更高的四楼级跑道,才能允许其进行起降。 而现在国内只有约20个机场,又又可以让安225起降的跑道。 其次,安225的造价非常昂贵,虽然现在由于生产线关闭,无法估算其单价,但是根据乌克兰方面的估算,如果要重开生产线,将要花费超过40亿美元之巨,而100架安225,将会给中国的军费开支,增加一笔庞大的开支。 所以安225也许可以在民族领域有巨大的贡献,但是在军事方面的潜力,还远不如运20,CL7之类的运输机,所以解放军并不会花费一笔巨资,去装备这种,并不是那么实用的运输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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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